北京时间2月25号凌晨 2016年全英音乐奖颁奖领赛伦敦 O2 Arena落下帷幕 和戴奥横扫全场 斩获年度专辑 年度单曲英国女歌手和全球成就奖 四座重量级大奖 成为当场最大赢家 最佳男歌手被创作才子James Bay拿下 Coblain,Cat Fishbottle 分货最佳乐队和年度新人大奖 Zustin Beaver,Biolk和Tim Impale 在栽下最佳国际男歌手女歌手乐队奖项 全英偶像大奖不充意料地 颁给了刚刚去世的David Bowie 本届全英音乐奖 有此前在超级晚上 有着出色演出的Coblain酷玩乐队带来 相比较广阔的体育场 在全英音乐奖这个熟悉的舞台上 Coblain明显更加如玉得水 新的Hemmo for the Weekend 被演绎的分脉动人 Zustin Beaver本届颁奖里 也有点要证明什么的意思 每一首英伦才子James Bay 在全音乐奖上表演 Now Youself和Sauri 开场只有James Bay的一把吉他做伴奏 一盆勾火做舞美 全力展现自己的动人响音 而之后的Sauri也是点燃了全场观众 而表演结束后 礼貌的鞠躬道谢 让人简直难以相信 这是此前后面新闻爆炸的Zustin Beaver 詹姆斯辈子带来了摇滚新单 Hold Back at the Reward 作为全音乐奖的亲儿子 本次国内主场舞台的表现 明显更为自信和从容 错过格莱美的Rihanna 在本届全音乐奖上 临手Drink带来新单曲 Consideration和热曲Walk Rihanna此次重新归来 大众视野的首发秀 丝毫不让人释放 被妖艳的蓝色粉色 扑盖的空旷舞台 宛若爱恋三地里的暧昧氛围 加上这个重现MV中限制级 提升任务 想不成为话题都难 当然本届颁奖里 也不会错过 最近国宝音乐人David Bowie 一段David Bowie 经典作品的播放后 久久不见的Lure的登台 现唱Life on Mars Lure的表现虽然不及格莱美上 Lady Gaga那样绚丽夺目 但是所以唤起全场观众的功名 全场起立鼓掌 表示对David Bowie 最深切的怀念 Rudel在本届颁奖里的压周演出 有点万众瞩目的意思 此前格莱美上的破音 还让人心有余悸 但在家乡的舞台 Rudel简直不要太完美 轻松自如地演出 立刻征服全场观众